大家好,歡迎來奧遠石咖啡 我是俊元 今天是咖啡讀書會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本 藍瓶咖啡解密 藍瓶咖啡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咖啡品牌 不過它在台灣目前是沒有分店 有很多咖啡愛好者 會在出國的時候 特別到國外他們的分店 去品嘗他們的咖啡也去參觀一下 他們各個地方都會有不同特色的一個裝潢風格 因為台灣沒有分店的關係 所以我對於藍瓶咖啡的第一印象 其實不是他們店裡面的咖啡以及裝潢 而是這一款濾杯 這款濾杯是藍瓶咖啡他們特別去設計 專屬於他們的一個濾杯 現在很多知名的咖啡品牌 他們在店裡面也都會販售一些器材 但通常都是以市面上現有的產品 再印上他們的logo 當成紀念品去販售給他們的顧客 不過藍瓶咖啡他們為了能夠呈現出他們自己獨特的風格 從咖啡豆到萃取的器材 他們都非常仔細的去安排跟尋找 甚至連咖啡濾杯都設計了一款他們專屬的 手沖咖啡的濾杯 而且除了咖啡濾杯之外 他們還有一款專用的咖啡濾紙 是用竹纖維去製作的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於咖啡本身是非常的專注跟用心的 也希望能夠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獨特的風格 所以才會連萃取的器材連濾杯連濾紙 都有他們專屬的一個設計 能夠非常講究到這個程度 也可以去體會到說 他們並不是一個只是會行銷只是會宣傳的品牌 他們對於咖啡的本質還是非常的注重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從這本書的目錄就可以看得到 他把它分成四大部分 有栽種、烘焙、品飲跟餐搭 那我們從栽種的這個部分 就可以去了解到咖啡 所以他們對於咖啡也是非常認真的去尋找 他在這個部分他會去介紹了各個產區的一個咖啡 所以看這本書其實不是只是看說 這一個品牌如何成功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商業導向的書 他還是一本在介紹咖啡的書 所以你透過這一本書 前面栽種這個章節的內容 他的介紹 我們也可以去了解到全世界各地的咖啡 那當然他也會去分享一些 他們在尋找這些咖啡的故事 那在第二個部分是烘焙 那其實藍瓶咖啡他們對於咖啡的品質蠻講究的 那他們也會去在意這個咖啡的新鮮度 所以這也是慢慢的在這些連鎖咖啡品牌 越來越重視咖啡的品質 那我們自己常常在做咖啡就知道 咖啡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就是它的新鮮度一定要夠 因為如果好的咖啡 你有很好的製作 但是放過久了 它很多好的風味其實是會流失掉的 所以藍瓶咖啡在他們自己的店裡面 也非常的去重視咖啡的一個新鮮度 那他們也分享了很多咖啡烘焙的一些內容 還有你怎麼在家烘豆 甚至在家來測試咖啡 悲測跟風味的描述 那這些都有助於你更了解咖啡 所以這本書的內容其實並不是只是單純的在宣傳 藍瓶咖啡是一家怎麼樣的咖啡店 它可以說是用藍瓶咖啡的角度 帶著大家一起去認識咖啡 一起去了解咖啡 所以這本書看完其實你不只認識藍瓶咖啡 你對於咖啡的知識也會是有增加的 接下來是瓶飲的部分 它在這邊就介紹了各式各樣的咖啡沖泡技巧 除了我們很熟悉的手沖咖啡之外 它也有法式綠鴨湖、法蘭蓉、紅溪咖啡、土耳其咖啡、義式咖啡等等 其實很仔細的去把咖啡各種萃取的一個做法跟特色都呈現出來了 那我們可能現在都比較習慣是用手沖咖啡來做個萃取 但是你可以多多的去認識不同咖啡的萃取方式 那各有它的特色 或許下次你也可以嘗試看看用不同的咖啡萃取方式 去感受一下咖啡不同的一個風味 第四個部分是餐搭 藍瓶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咖啡品牌 所以在他們店裡面除了咖啡飲料很重要之外 搭配的餐點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這本書的後面 它甚至附上了很多他們店裡面招牌點心的一些製作食譜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參考他們的食譜 來試著製作看看 那在一個咖啡店裡面 其實點心也會佔有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很多的連鎖品牌他們可能為了簡單方便節省成本 甚至就是從外面去進一些現成的點心來在他店裡販售 但是藍瓶他們很注重在整體的體驗上 所以除了咖啡他們有他們的講究之外 其實餐點上面他們有他們的想法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也可以去看到他們是如何用餐點跟咖啡做個搭配 甚至他們直接把食譜公開來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想要做做看藍瓶這些經典的點心的話 在家裡也可以做到 這本書推薦給喜歡咖啡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這一個全世界知名的品牌 他們從最源頭的怎麼去找尋咖啡 到烘豆到萃取甚至連他搭配的餐點 他們原始完整的一個想法 那也可以去看到說如何從一個咖啡店走向全世界的一個知名連鎖品牌 那當然除了咖啡愛好者之外 如果你正在經營咖啡店的老闆 我覺得從這裡面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一個咖啡店的經營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如何一個品牌能夠成功必定有一些他值得學習的地方 以現在的咖啡店來講 其實大家都會去專注於咖啡本質 希望把咖啡本身做好 那這已經是基本的 其實一家咖啡店把咖啡做好 這已經不是一個特色了 因為這個是基本必須做到的 那你必須要產生更多的一些附加的價值 更多吸引人的地方 才能讓一家咖啡店他的生意是越來越好的 能夠長久的經營下去的 甚至當你的規模擴大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做一些經營管理 能夠讓品質維持穩定以及它的一致性 而且還要展現出各個地方的一個特色 其實在這一點上面 藍屏他做得很成功 所以才能夠在全世界各地開了很多分店 那也受到很多人的喜愛 在經營咖啡店的過程當中 這本書大家也可以去稍微研究一下看一下 裡面也蠻多值得大家去學習的地方 當然不是完全造超 而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看看 在這個時代 我們一家咖啡店 還可以去做一些什麼樣創新的服務 讓消費者更喜歡 讓一家咖啡店能夠長久的經營下去 那這是今天我們跟大家推薦的 藍屏咖啡解密 那我想這個是對於藍屏咖啡的愛好者來講 是一本必讀的書 那對於咖啡喜好者來講 也可以在裡面獲得很多 跟咖啡相關的知識 那如果你是一個咖啡店的經營者 在這裡面 或許你也可以得到 經營咖啡店的一些新想法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